顏寬恒喔 幾乎每一分鐘都被打 不是三頓飯打 有想到你自己嗎 不是 我看顏寬恒這樣子被 抹黑啊 攻擊 批判啊 打得真的是 連他媽媽都快不認識他了 打得這麼嚴重 我所認識顏金彪 他不是這樣子 我住在雲林縣的西羅 現在住在雲林縣的斗六 大概前後有30年的時間 我都在雲林縣 那大甲罵出巡 一定會經過西羅 那我們這些善男性女 就是跪在街道兩邊 大家是認識 都政壇了嘛 我就說 那姐妹要不要吃個飯 倒得西羅 兩次都是一樣答案 吃不下 滿頭汗 累的啊 因為是一路走過來的 要扛教 那真的是非常的累 你說他對媽祖的付出 對宗教的投入 這麼幾十年下 他有他一定的口碑 那怎麼會現在一到的選舉 他們會變成這樣子 好像比殺人的 汪洋大 江洋大盜還可怕 很可怕 那怎麼一場選舉 搞這樣子 選舉沒有必要這樣子 韓國瑜一定很有感啊 為什麼 因為看到以前弄我那個人現在跑出來弄 嚴寬恆啊 誰 國有財產署啊 你看現在這個分署長親自出馬 勘查嚴寬恆家的財產 有沒有擦乾淨有沒有 好 嚴寬恆說 會勘是專員或科長做的事情啦 分署長親自帶隊執行人家交辦的事 這就叫做政治操作 哪一個是分署長 就這個 趙分署長長這樣 為什麼你要親自帶隊 他說 這是社會矚目的事件 所以親自勘查 對 只要是國民黨疑似有違法的狀況 他都會親自啊 都是社會矚目的案件 為什麼我說韓國瑜很有感 因為看到這個人啊 因為看到這個分署啊 2020年韓國瑜選總統的時候 岳父沙石場記得嗎 2019年後 11月29號 黃國昌爆掉李嘉芬家族特權盜採 然後韓國瑜拜託去提告 不排除這個 拜託黃國昌去檢舉 然後怪手來了 黃國昌怎樣幹嘛 開挖如何 搞搞搞搞搞搞了一個月 在19號說 韓國瑜岳父沙石場挖完了 沒有發現廢棄屋 誰 誰去挖 就他去挖的 就同一個人去挖的 你說這不是政治操作是什麼 這不是政治操作是什麼 今天有個人被檢舉說 他可能到了三十 立刻就帶隊去東挖西挖 挖一個月 所以為什麼我說韓國瑜很有感 同一個人啊 各位 同一個人 來 看你 這個 所以啊 像這個趙子賢 你看他說社會矚目事件 所以親自勘察 那社會矚目事件也很多啊 你怎麼沒有每一個都去勘察 所以呢 其實最簡單就是像 這個延寬所說的 這就是一個政治操作 不要去限於說 那不要去細部討論 因為呢 看到這個人 我就當然又想到黃國昌 對吧 你這個趙子賢 你針對上一次韓國瑜的事情 你也沒有做任何道歉 黃國昌先前也沒有做任何的道歉 所以黃國昌呢看到他基本上還是覺得噁心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 當時的反中天事件 他說他反壟斷 結果呢現在綠營壟斷成什麼樣子 他也不吭一聲 然後這個亂爆料也不道歉 所以呢看到趙子賢看到黃國昌 就是覺得噁心兩個字 那麼我看到這個新聞呢 我還是要再次強調 就是早科嗎 還是高招中的高招 我上一段講高招 我這一段我要用不同的角度來分析 為什麼是高招 因為這精準了落實毛澤東對於解放軍 這個戰爭當中非常精闢的一句話 叫做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什麼意思呢 你看就過去一來 你看這些綠營的電視台 怎麼樣去黑這個嚴家 基本上他們已經邊際效應遞檢了啦 因為他們收視群就是這些人嘛 那他們看嚴家多壞多壞 也已經聽了一兩個月了吧 兩個多月 對他再聽怎麼樣 反正他就是不會去投票嘛 對吧他連罵兩個月他反正就這樣 你再怎麼黑他再怎麼罵他 他就是這個樣的 就接收群眾只有這些人 那如果這個時候我們還一比一比 真的要去討論 還一下講幾十年前費用怎麼樣 還一下講土地怎麼樣 現在最新的人說 什麼捷運怎麼樣 細部回應的話 你就是被奪離分 永遠處於被動 你就是這個就不叫做你打你的 這個叫做我打你的 你看人家講的時候 你馬上要去回應啊 要反擊啊什麼的 所以如果還陷入說 哎呀那我這個什麼土地房產啊 要把什麼資料找出來啊 那你就中計了 所以你就說不要理他 不甩你就不要理他 就是講說就扣一句 就是政治操作結束 政治操作結束 然後呢 找柯媽來對吧 這就叫做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我打什麼 你看我找柯媽來 然後呢你們沒辦法去打柯媽 好這前面都講過 所以這真的是高招中的高招 那毛澤東就講得很清楚 就不僅叫做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關鍵是什麼呢 就打得贏就打 打不贏幹嘛 就跑嘛 所以如果我要細部的就跟你解釋 哎呀這個什麼費用啦 然後什麼以前什麼消防問題啊 什麼阿里亞莎 我打不贏你們 為什麼 因為電視台在民進黨的手裡 所以民進黨每一天的節目 他就可以直接設定這些東西 然後天天開罵 那你就要去反擊 你就要去找資料 你就耗費你的精氣神 但實際上呢現在怎麼樣 反過來了 在這兩天呢 第一台的這些政論節目 然後是什麼 什麼台灣向後退啦 那個什麼 什麼這個酸甜苦辣的新聞 反正奇奇怪怪的 就是這些政論節目 對吧 這些政論節目幹嘛 就在討論柯媽 然後甚至還有一些很離譜的 這些發言都有啊 比如說某個名嘴就講 哎呀這個表示 顏寬恆未來有機會 要加入民眾黨啊 或什麼顏寬恆 他妹妹當議長 也可以加入民眾黨啊 就這種鬼話都可以出來 你知道嗎 這種鬼話都能夠出來的時候 表示什麼 表示這些綠營的名嘴 他們就也是慌了 就他們也實在沒什麼好罵了 因為題目設定 怎麼辦 你一定要去罵一下柯文哲 但他們越去罵柯文哲 就越落入了這個圈套 跟越落入這個陷阱 為什麼呢 因為普通老百姓 總會覺得說 媽媽幫兒子講句話有錯嗎 好像也沒有那麼錯啊 對吧 那如果就是連柯媽媽 都要一起討厭下去的人呢 那反正本來就是你的票啊 那有差嗎 但是你這麼如此黑柯文哲 如此黑民眾黨 黑柯媽媽 你反而有機會讓那些 本來的柯粉 哎呦 本來柯文哲說不想碰 不想出來投票 還是出來投一下 顏寬恆好 對吧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還是再次強調 這一次就是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我打什麼 就是我打柯媽媽這張牌 我拉了一個外援 拉了一個民眾黨 過來幫忙 實在是高招中的高招 就是今天民進黨中場會 然後呢就播放一支影片 然後就剛剛又正講到說什麼 據說 也是你過去同事寫的啊 說蔡英文看了之後 都紅了眼眶 然後呢覺得非常感動 他就找了一位 就是一位 這個一位女士 然後呢 他曾經有懷過一個 一個孩子是沒有心跳的 那沒有心跳也必須要迎產 然後林靜宜就是 扮演這個醫師的角色 去幫這個沒有心跳的孩子 把他迎產出來 然後所以呢 他又說林靜宜就是一個 這樣子溫柔堅定 可以信賴的人 然後這個拍這個影片 在影片當中現身說法 是誰呢 叫做黃海寧 就是2009年 在世界衛生大會上面去追嗆 然後羞辱葉金川的那位女子 我看到這影片的時候 我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覺得很不舒服 可是蔡英文哭了耶 很不舒服啊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符合 就是一個塔利班姐妹 然後互相相挺的 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的人 然後呢 林靜宜到最後關頭 他真的是沒招了嗎 你早來早去 你說你接真的這麼多人 到最後也只有你的塔利班 姐妹相挺嗎 你們兩個都是那種 你們兩個都是那種 黨叫你們幹嘛 你們會完全不顧後果 然後呢 什麼事情都做絕的那樣的人 你們兩個互相相挺 還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符合你們原本的人物設定 這是奇異啊 那我其實很想講說 我們可以不要再討論余將軍了嗎 那就跳過 余將軍 不是我想要講 我想要講這件事情 為什麼不要再討論他 我覺得余將軍一直都是一個套路 大家還沒有看懂這個套路嗎 其實早在前這個上一期的 這個新新聞週刊 新新聞週刊的時候 然後他就已經特別寫了一篇 把余將軍放上封面 然後呢 對引述說綠營的人士表示說 哇如果在桃園啊 這個藍營啊如果有世人之名 派出余將軍這個戰將出來的話 哇那可能就風雲變色 桃園市長啊 對桃園市長這樣子 這樣子一舉 所以那時候我剛剛當時 我還沒有看到後來的發展的時候 我就已經覺得這個操作 非常的古怪 很騷啊 對很騷啊 故意在鋪墊出來 然後呢要做一個內應的角色 要做一個內應的角色 他先把他的價值給墊高 好像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 然後所以呢 他出來講什麼話的時候 一來他的聲量會很高 會有能見度 再來呢就形塑他是一個 非常有價值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然後他轉身了 對所以 所以就是 可是我覺得余將軍可能真的 就是他的 他的政治判斷力 可能真的不是很好啊 在這個時間點 然後出來做這件事情 對他其實個人是沒有什麼加分的 如果他真的是有意要選議員的話 他其實應該要再晚一點出手 那這一局全部砸下去 挺林靜儀 可能對他個人是真的沒有加分 那 我不知道 還是回來想 好像講這場選舉 大草你算錯了啦 怎麼說 人家不是這樣想的啦 人家幹嘛 他認為他有機會贏嘛 那這個叫騎堵啦 然後他就說 我有幫你忙哦 然後大家就記得那一幕 就像柯文哲他認為 他才不是要選議員 他要選議員 不是啦 他要選立委啦 趙振宇那一區 就是需要這種無黨籍的嘛 趙振宇他就是 八德區的退伍軍人協會理事長 那民進黨就禮讓他參選啊 他就是要扮演這種角色嘛 那他如果丁靜儀這一局輸了 那對他就不是上 他就賭輸了 他本來就什麼都沒有啊 那如果賭贏了就拿到 至少是半張入場券 那各位藍營的朋友 你要中計嗎 這全都是套路啊 早就找一個雜誌來寫你 把它寫得超級重要的 然後接著就開始 就開始扮演這樣的角色 然後講這些 我覺得昨天最好笑的是說 看八八風災 想說八八風災 小林村被滅村了 我也在啊 開也在啊 我們都在啊 最新的說法是什麼 前面換了好幾個說法 先是說什麼 被開除 結果後來沒有被開除 後來發現是 沒交黨費 然後後來又說什麼是 被威脅 他被威脅 然後沒有人打電話 蔡英文跟孫燦有打電話給他 然後反正是藍營的人 都沒有關心他 然後後來又說 林靜儀因為太暖心了 建議我去打AZ 林靜儀怎麼沒建議他去搞高端呢 這我也是覺得滿奇怪的 然後呢 最新的理由是說八八風災 小林村被滅村 他感受非常深刻 然後呢 嚴寬恆 這個混帳 竟然佔據水保地 國有地 他看不下去 一定要站出來 這理由每天都在扁 顯然他可能會覺得說 顯然他一開始準備的那些說詞 效果似乎也不如預期 我們就繼續讓他不如預期就好了 嗯 嗯